大家好我是艾園神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给大家带来崩坏星穹铁道2.0版本的成就合集收集 成就摩擦 摩擦 成就是杀怪成就鸟为什么会飞成就 彭罗斯三角成就最糟糕的无名客美仙觉时代的故事 好那么这一批的话呢是摩擦摩擦这个成就 来我们一起打开地图啊 带来到匹诺康尼自止的梦 啊这个浮回梦境 大家看到到这里出去一个锚点 到了锚点之后呢朝着我们的小地图左边 朝这个方向往前走有一线门 走定这个门接着往前走 好就可以进到我们这一个三维空间了 然后呢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左太角往前走 这边的话呢有一个 呃梦炮充能 然后这个充能啊朝着我们小地图左边 接着往前走 这边用一下我们这个充能 好然后呢 跑过来 跑回来 再跑过去 再跑回来 再过去 就这样来回走三趟 大家看到就可以拿到摩擦摩擦这个成就了 那我们去下一批再见 打拜拜 好我们这一批的话呢是四叉怪这个成就 来我们一起打开地图 大家来到平洛康尼 祝梦边境 这个屋顶花园这个锚点 好 大家到这个锚点之后呢 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右边 朝这个方向往前走 别的话呢有一个祝梦遥眼 好我们这边要启动这个祝梦遥眼 然后退出一共五次就可以了 离远一点 然后再靠近回收 然后就这样子来回五次 接着过来启动 再退出 然后需要去的是我们这个启动退出而已 是有这个时间限制的 需要在两分钟内 那如果这个启动退出的这个速度比较慢啊 超出了这个时间的话不行 所以大家这个动作稍微快一点 大家看到就可以拿到这个视察怪这个成就了 好那我们继续这个下一批再见 打拜拜 好那这批的话呢是鸟为什么会飞这个隐藏成就 来我们一起打开地图啊 还是到我们这个皮诺康尼祝梦边境 屋顶花园这个锚点 还是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右边 朝这个方向往前走 我们先过来开启这个 祝梦谣言 那么开启了之后呢 我们朝我们的左边走 左边走然后往下 这边的话呢有一个祝梦模块 那这边的话呢 是要连续用五次这个祝梦模块 那也是有这个时间限制的啊 需要在这个一分钟内 这边的话呢就比较简单 它这个 上一次操作完 下一次这个反应啊也比较快 一分钟内的话都没什么问题 好可以拿到我们这个鸟 为什么会飞这个成就了 那我们继续下一批再见 打拜拜 好那这一批的话呢 是彭罗斯三角这个成就 来我们一起打开地图啊 大家来到祝梦边境 家族建设局这一个锚点 那到了这个锚点之后呢 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左下角 朝这个方向往上走 先上这个台阶 那我们上了这个台阶之后呢 大家一起转头 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右边 这边有一个这个三角形 那我们调整一下自己的视角 把它拼成一个这个 就是把它拼成一个三角形 然后呢右下角就会有一个 这个相机的图标出现 那如果说没出现的话呢 多调整一下我们这个视角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拍照 好拍完就可以拿到这个 彭罗斯三角这个成就了 我们继续下一批再见 大家拜拜 好那这一批的话呢 是千诀时代的故事 这个成就 这个成就的话呢 会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前置啊 来那首先呢 大家一起来到我们黄金的时刻 这个奥地购物中心这个锚点 到了锚点之后呢 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右下角 就这个大眼睛这边啊我们跑过来 首先呢要在大眼泥这边购买一个 孤注一致的药剂 等大家过来之后呢 选择看看你都卖一些什么 有可能大家虽然跟我一样 就只有这一个翼炮 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 那怎么办呢 我们把这个翼炮给他买了 好买完这个翼炮之后呢 打开地图 来到我们观景车厢啊 我们去找这个帕姆列车长 那我们过来和这个帕姆列车长对话 对话了之后呢 会出来一个选项啊 这个帕姆 你看看这个闷炮 大家如果说没这个选项啊 可能是有一些吉拉的这个任务没做完 可能是旁边带有一个感叹号的这个标志 那大家把这个 大家选这个带有感叹号的这个标志 先把这个列车长那边的小任务给他做做完 好做完了之后呢 再过来对话 就会出现这个问号 帕姆你看这个闷炮 我们选择这一项 有几个 列车长那边有几个小任务啊 大家这个没有出现这个对话的话 把这个小任务多做完就好了 好 那对完画之后呢 会拿到一个最糟糕的无名课 好 那拿到这个成就之后呢 我们再回到黄金的时刻 奥地购物中心这个锚点 好 我们再跑回去和这个大眼睛对话 选择看看你都卖些什么 大家都会发现他这边就是 呃 这些商品啊都出来了 那我们买这个估注一字 买一个 然后呢我们一起打开地图啊 然后呢我们一起打开地图啊 大家来到我们左上角这个 这个甜蜜一偶这个锚点 到了这个锚点之后呢 来朝着我们小地图左上角 西北方向往前走 前方有这个幸运转盘 那我们到了这个转盘之后啊 打开背包 把我们刚刚买这个 这个估注一字给他用了 好 用完之后呢 我们再过来玩这个幸运转盘 我们抽一次就可以啊 不用连玩五次 抽一次就行 好 就可以拿到这个 千诀时代的故事 这个成就了 好 那我们继续下一批再见 打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